其實如果以 以目前在座的藝人 我是覺得 真的 一層不變是 從學生實習到現在 是都沒什麼差 只是有一點就是說 跟同學的互動就不是很好 就是要上節目才會找同學 失敗都不會 私底下不找同學 你 還不說是沒變 但是只是 我剛才講了一個重點 一層不變 以前也是這樣子 以前吃飯缺錢的時候才會找同學 有錢的時候不會找同學 什麼人可缺陷 同學 這次來是真的要請教你 哪時候可以 我被製作單位問到一句話 我都覺得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來上這個 你說 問你什麼 我們趙哥已經結婚了 你們有沒有去參加 我說 唉唷 其實沒有人都不曉得 真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 趙哥 這個 所以說今天也是要問了好幾個同學 有的同學因為沒有來 所以說 把我這個訊息帶到 就是說 有 沒有人見過老婆 不是啦 因為有一些同學 我們有幾個稍微相處了 所以有見過 他們這邊是比較外圍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怎麼這麼忘了 你怎麼這麼忘了 我怎麼去搞碗你 趙哥你還不良心啊 你為什麼不講 我們可以回去了嗎 像這種外圍的 看不看也不所謂 還有一點 我老婆又不 酒店小姐 她XX出來給你看 等一下 你這講話太過分了吧 對啊 同學想要跟你家人見面也不行喔 你沒結婚 你們老婆我看過嗎 我也沒看過你們老婆啊 一起啊 陳之尊你小孩幾個了 我也沒見過你孩子 所以說不是嘛 是 我們不是名人 你是才是名人 他們不好意思找你啊 對啊 而且 而且當初我們結婚的時候 大家都年輕 你那時候還在跑龍套 也沒什麼錢啊 對啦 也不好意思衝刺 希望絕情 我是做製作助理 我做幕後的工作人員 拋你XX 到處上班趁酒 同學貼心啦 怕找你 拋你來XX 讓我清楚 他還是把同學的 我真心覺得你們當趙哥的 同學好偉大 你們真的很偉大 要講到這個 他已經在開始要抓狂了 我現在爆料一個 實際的 那個真的是有點 應該一般的人是做不到 可是這老兄做到了 他做到什麼 我們也是吃完飯去聚餐 那聚餐當然好久不見 都二次會 二次會他就說 哎呀 他這次不方便 因為是名人嘛 他說去那種地方有損他的形象 我說你放心 反正你也不是夠紅 不是人的那個人 他說那好 那去也可以 我們在想說 其實也對啦 因為也不要造成他的困難 他不是 真的 其實前面幾個來 真的是照這樣子劇本演 那個妹都長得不是怎麼好看 後來進來了一個 應該是安心亞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 應該是這種漂亮的女生 他說一進來說 欸 你是不是趙哥 我們還沒有說 他不是喔 趙正平說 趙哥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最起碼有四五個的見證人 我要解釋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請說 這還要解釋 我們難得 他講這個事情大概是五年前 七年前 我那時候還沒結婚 我們每年過年 對 我要強調 這個是為結婚之前 對 還沒結婚 不是結婚之後 OK 那結婚之後還有 很大的爆料 好厲害喔 他講上癮了 那七年前啦 七年前我們大概每年過年 大概初一或初二就會 聚在一起 那吃完飯 沒錯 就會去酒店 然後呢 因為他們都結婚了 每一個女孩子又抱又親的 我看起來 我才看不下去 我就覺得這些人很噁心 你知不知道 很髒喔 真的很髒 後來呢 我當然啦 我不想把我的身分給暴露出來 也是事實 後來真的有來一個很漂亮的 我覺得 我怕他們會因為這個女的 婚姻 婚姻失散 我犧牲我自己 我說欸 妳好 我是邵正平 就抓在旁邊 就坐在一起 因為我沒結婚啦 對啊 妳是好心 我很想讓人家上岸嘛 他們那幾個 哇 你就看他那個眼睛喔 紅得要命啦 本來想爆料還被反爆回去 搞衰 你們都誤會趙哥了啦 沒有 聽說製作單位是說我們 來賓同學講的才算嘛 他講的應該都是反話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們如果要 要把這些剪接的話 把他講的話要剪接掉 真的竟然在優雄製作單位 為了告白 連命都不要 這個是 喔 這應該是趙哥吧 趙哥的那個 趙哥 趙哥的同學講一下 我不會那麼傻做那個事情 我們這個 等一下 四川哥你是校長嗎 他看起來像校長 講到這個也是我們這些同學的Tone 三十幾年我們都一直慢慢變 可是這小時完全都沒什麼變 對啊 我們發覺他可能不只是 真的 這個 趙哥不太好直接講的啦 這個還有割什麼 這個有 不是 看起來好像比他們年紀小很多 沒有 因為 有在製作單位繼續追蹤 我覺得他 明明就是因為我們做這個行業 都是跟年輕人在一起 我們比較 怎麼樣 比較開心 心態比較年輕 對 心態比較年輕 所以說你意思說我們 其樂你 你走對行是不是 不是說你的話 只有同學跟他講話 四川哥你多講一點 好舒服 對 其實喔 他真的是個性跟外表 真的是沒有什麼變 包括他現在做的任何事情 跟以前讀書都差不多 你說講到激動就大小聲了 對 對 他會這樣 講到他不好的 他硬要掰到好的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他甚至有一次啊 翹哥逃學 結果人家逃學是出去玩 他逃學是踩破人家屋典 掉到裡面被家 被裡面的住戶 通知教官帶回去 真的 這個事情真的是有夠扯的吧 那這一點就是 就是到最後是怎麼樣可以扯上說 告白連命都不要 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你 是嗎 對 現在你開始跳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你一定會注意一下 怎麼講的啦 不是 你誇張說 不是啊 因為你們製作單位 後面又有了 你們製作單位都不給舉牌的機會 後面講到說 趙正平我就舉牌了 後面有 對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 不好意思喔 為了告白 連命都不要這一點 因為我想說 你說他踩破別人的屋頂這樣 所以說你們 不要突然直到趙正平 我們都很緊張 我的記者 你會看到